人家男朋友都能送女朋友特别特别浪漫的东西 他给我送一个箱筒 那个箱筒都能装到我那个腿了 那箱筒也是我妈帮我一块挑的 不是你跟我过过生日 你跟我在一块那么长时间 你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吗 连过生日你都要问你妈妈 视频中这个满腹牢骚的女生就是小薇 在她和男友小雨相恋的一年里 无论做什么事男友都要事先问过准婆婆 不仅如此就连送自己生日礼物 男友都要遵循准婆婆的意见 于是当小薇在收到洗脚筒时就彻底爆发 因为她实在无法忍受男友的妈宝 所以便主动找到节目组寻求帮助 那么两人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刚一上台 小薇就强烈地表达着自己对男友的不满 什么都是她妈妈就是说的 她一点就是都没有主见 她妈一般都说什么呀 你跟我们说说 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嘛 我朋友过生日 然后我就带着她一块去了 平时我跟她在 她不让我化妆 那天我朋友聚会 然后我就化了点妆 就是精心打扮了一下 她就给我甩脸看 聚会结束了以后 我就问她 我说你至于这样吗 在我朋友面前给我甩脸看 她说我妈说的呀 化妆女孩不是好女孩 我跟你在一起都那么长时间了 我什么样的你不知道呀 小薇气愤地抱怨的 因为准婆婆经常给小宇灌输一些老旧思想 导致小宇对一些很平常的行为有误解 在她看来 女孩化妆就是不能被允许的事情 她认为化妆的女孩都是不好的女孩 就因为自己参加同学聚会简简单单化了妆 所以就被小宇恶言重伤 一直被数落着 但小薇也无可奈何 相恋一年 两个人都互相比较了解 自己什么人小宇比谁都清楚 可在小宇眼里 好女孩化妆也会变成坏女孩 而更让小薇难受的是 每次两人约会的时候 也是自己一直在付出 别人谈恋爱都是男的对女的好 男的送女的回家 每次我们俩约会的时候 都是我送她回家 因为她妈妈让她就是 每天晚上早回家跟她妈视频 我家离得可远了 每次我都就是从大老远来找她 就是跟她一起 为了跟她一起吃个饭嘛 然后一开始 我是坐公交车去找她 后来她嫌我坐公交车特别磨叽 然后一磨叽她又开始玩游戏 然后又就是到地儿了以后 又成我等她了 然后后来我就打车去找她 然后从大老远 我都能为了你 跟你吃一顿饭 你怎么就不能送我呢 而且大晚上呢 你就不担心我的安全吗 从两人恋爱开始 每次都是小薇跑大老远 找小雨吃饭 哪怕是公交车坐不上 也得打车去 而且吃完饭 都是自己送小雨回家 作为一个大男人 竟然让她一个人走夜路 一点都不关心她的安全 对此小雨又会给出什么回答呢 怎么不担心 但是我每天晚上 我要回家跟我妈视频 你也知道啊 面对小薇的指责 小雨解释自己 每天晚上要完成 和妈妈视频的任务 儿子话一出 直接就引得观众和老师们 哄堂大笑 而且小雨也挺会惊打西散 认为不能绕那么一大圈 送小薇回家 太不值当了 她口口声声说担心女友 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小薇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一开始她觉得 毕竟比小雨大三岁 多照顾照顾她也是应该的 可后来小雨越来越过分 因为男友就连给她买生日礼物 都要询问妈妈 人家男朋友都能送女朋友 特别特别浪漫的东西 她给我送一个箱头 那个箱头能够装到我 那个腿了 人家箱头有时候 妈妈帮我一块挑的 不是你跟我过过生日 你跟我在一块 那么长时间 你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吗 连过生日你都要问你妈妈 说起男友送的礼物 小薇的费简直都要气炸了 别人家的男朋友 都是追求浪漫送花什么的 自己的男朋友倒好 送给她一个巨型洗脚筒 说白了是为了养生 但是她怎么能不知道 这都是准婆婆在背后出主意呢 面对女友的控诉 小薇便一正言辞地反驳起了她 在小雨的世界观里 妈妈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 完全就是太后一职 丝毫都不考虑小薇的感受 随后小薇更是举例说明了 男友的妈宝行为 因为男友特别黏着准婆婆 甚至可以说除了睡觉和上班 两人可以几乎天天在一起 即使不在一起 微信上的视频消息就没有断过 不仅如此小雨也是深受准婆婆的影响 以至于她和小雨聊起天来也特别死板 而且完全都是转发的准婆婆的消息 类似于生活小妙招 养生小文章 听到这里 台下的观众又忍不住笑出声 而且小薇也特别无法理解 都是成年人了 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已经不需要再让父母帮忙考虑了 就算转发妈妈给她发的文章 偶尔发一下就可以了 没必要如此频繁 她每天都这样做 已经让小薇觉得自己不是在和小雨谈恋爱 是在和小雨的妈妈谈恋爱 那么为什么小雨如此听妈妈的话呢 小雨的妈妈为什么频频干涉两人的生活呢 她妈妈还很依赖她 每天早上她妈妈一大早 就是给她打电话 聊一些家常 一打就很久 晚上还有天天视频 就跟天气预报似的 每天都很准时 我跟我妈不住在一个城市里 然后我妈肯定每天想我 她给我发发视频 打打电话也没什么呀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小雨和准婆婆如此这般 也是因为准婆婆比较依赖小雨 除了每天晚上和她视频 早上还必须准时打电话 因此给小薇两人的日常生活 带来了很多不便 可小雨却觉得 母子不在一个城市生活 作为妈妈想念儿子很正常 由于每天早上打电话 晚上打视频 没有一天中断 久而久之两个人就养成了习惯 互相依赖什么都能聊得来 他们已经把打电话 当成了发泄吐槽的媒介 聊得多管的就多 于是准婆婆就开始插手 两个人的生活 连出去吃饭都不能随便吃 能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都有准婆婆说了算 我跟她吃饭 然后都要拍照片给她妈妈 吃一些烧烤之类的都不行 后来我实在是就是想吃了 我就跟她商量 然后商量一下午 她说那我们去吧 然后我们去了以后 她在饭桌上 她跟她朋友说 说发一些很健康的视频 给她妈妈发过去 为了蒙混过关 然后她就在饭桌上 还埋怨我说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骗我妈 我从小就没骗过我妈 原来准婆婆是个养生专家 对日常饮食很有讲究 所以每天都会监督小雨的饮食 不能食用烧烤 以及油炸类等食品 而且还为了防止小雨偷吃 就命令小雨每天吃饭 都要拍视频给她 虽然可能这样的饮食习惯 确实会对身体有好处 但这也让小薇觉得生活很枯燥 一边是妈妈 一边是女友 这让小雨互相都不敢得罪 特别害怕矛盾发生 唯一一次带着小薇吃烧烤 没想到小雨竟然会难受半天 她认为这是对妈妈的欺骗 跟自己乖乖男的形象不符合 那么小雨妈妈平时这么严格 她对这位未来儿媳妇 有什么看法呢 小薇过年的时候跟着小雨回家看望妈妈 谁知她只想念儿子 对小薇却一点都不关心 对她不冷不热 爱搭不理 而小雨对妈妈也格外顺从 回到家就和妈妈喋喋不休 小薇家在他们中间特别尴尬 可能是作为妈宝男的妈妈 她会记恨小薇夺走了心爱的儿子 所以才经常会从中挑拨离间 由于小雨经常熬夜玩游戏 导致她睡眠质量很不好 所以小薇出于担心 就经常劝说她不要玩游戏 可让她没想到 自己的一番心意竟然会惹火上身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小雨竟然委屈爸爸跟妈妈告状 说小薇不让自己玩游戏 没想到大半夜 小薇就接到了准婆婆打来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直接变成爱情导师 对着小薇一顿训斥 把小薇训傻眼了 谈到这件事 小薇难言脸上委屈的神情 眼看场上局势对自己不利 小雨就拿女友放自己鸽子来说事 指责小薇没有按照约定一起吃饭 害得自己白白等了两个小时 最后也没有了吃饭的心情 饿了一晚上 事情真的像小雨说的那样呢 当时我们俩约好一块吃饭嘛 然后我闺蜜就给我打电话了 说她失恋了哭特别特别伤心 然后说这个时候需要我 让我过去照顾她 下楼我就把这个事跟她说清楚了 我说咱今天不能吃饭了 我要跟我朋友失恋了 然后她就不愿意 你不吃饭你怪谁啊 又不是你失恋你怎么失不下去了 听到小雨拿这件事责怪自己 小薇急了 原来小薇并不是故意放鸽子的 也为她的闺蜜失恋了 哭得特别伤心 小薇没办法必须得去陪陪她 就想着让小雨自己随便吃点 可没想到小雨那么矫情 还因为这件事情生气不吃饭 更没想到小雨竟然又跟妈妈告起状来 导致她妈妈从外地赶了过来 一见面就批评小薇虐待自己心爱的儿子 这让小薇差点崩溃 赶忙解释道歉才平安无事 这件事情过后 小薇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也为她生怕准婆婆再找上门来 但怕什么来什么 也为一件事导致小薇再次被殉职 因为小雨空城的工作 导致两个人见面的机会很少 如此下去不是个办法 作为女友的小薇 对两个人的感情很在乎 就考虑着想让小雨换一份工作 于是就这样两个人就此达成了共识 这让小薇异常开心 她认为小雨长大了 可高兴没多久 就在自己家楼下 见到了情绪非常激动的准婆婆 而这次说的更加绝情 大声斥责小薇耽误了小雨的前途 想让她离开小雨 经过准婆婆这一闹 左离右舍都对小薇有了一样的眼光 可以说 小薇现在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了 那么涂雷老师会怎么调节两个人的矛盾呢 以前在这个舞台上也出现过这样的男生 当主持人每次问你真是这么说的吗 他往往会低下头说 是我妈就是这样说 他会有点不好意思 他一点不好意思都没有 所以说 他一点都不以自己 没有成长 不像个男人为耻 涂雷老师直接犀利的揭穿了小雨 他认为小雨没有一点羞耻感 连出高中生都会因为父母过于照顾 而变得不好意思 但小雨却一点都没有 完全不像个男人 因为妈妈已经帮助他做了大部分的决定 他只需要负责听从 对他来讲一点都没有成长的空间 随后涂雷老师更是语重心长的劝说起了小薇 要做妈你就这辈子做 好好做 从他母亲手里接过接力棒 如果不想做妈就早点离开 一个人如果自己拒绝成长的话 即便有再多的因素 去催促他成长 他始终也是长不大 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 一个人不能够起到他原本的作用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是真伤心的 而平时的那些所谓的浪漫和温存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涂雷老师指出 现在的小薇必须要选择其中一条道路 要么代替小雨的母亲做他的妈 要么就选择早点退出 如果小雨执迷不悟 不主动为了爱的人去改变 那么再怎么催促他成长 也是无济于事的 有这么强的恋母情节 根本不适合谈恋爱 听完涂雷老师的话 小雨显得有点挂不住脸 她苦苦哀求小薇不要离开 发誓一定会变得成熟 会好好改变自己 可小薇却一言不发 或许她的内心百感交集 那么节目的最后小薇 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们关门 我们关门 小威还是选择了给小雨一个机会 两个人在全场人的祝福下紧紧相拥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成长 获得他们内心最想要的幸福 那么对于这个结果 屏幕前的你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留言讨论